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意念 高过人的意念 她的心里有蓝图 她的时间不错 公拜垂成的心灵捕手 在历代字下二十一章 第一到第七节记载说 约莎法与他列祖同葬 再在大卫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约然接续他做王 约然有几个兄弟 就是约莎法的儿子 亚撒利亚 耶歇 撒加利亚 亚撒利亚 米加勒 士法提亚 这都是以色列王约莎法的儿子 他们的父亲将许多的金银财宝 和犹大帝的坚固城赐给他们 但将国赐给约南 因为他是长子 约然兴起做他父亲的位 奋勇自强 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 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 约然登基的时候连三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 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 与亚哈家一样 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 行以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 不肯灭大卫的家 照他所应许的永远是灯光 与大卫与他的子孙 功拜垂成的心灵捕首 以色列当中有几个王 非常非常可惜 非常精彩 心灵捕首 不过呢 功拜垂成 像扫罗一上来很精彩 所有视为的国呢 都不敢来争战 不敢来打他们 但是后来滑下去 嫉妒大卫 杀大卫 追杀大卫 最后却死了 所谓的孟王也非常精彩 一上来的时候呢 四十年的王位 荣耀富贵 帝位 连外邦王都怕他们 但是他呢 死了以后 国家分成两半 结果原因是因为 他娶了一千个外邦女子 结果败了外邦的亚神 也是很可惜的心灵捕首 功拜垂成 约沙法也是如此 约沙法是整个旧历史当中 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一上来 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个 在灵性上 他一上来 在十七章呢 我们看到第三节到第六节 记载呢 耶和华与 约沙法同在 因为他效法 他主大卫出行的道 不寻求巴力 只寻求他父亲的神 遵行他的诫命 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 因此他把所有 他就高高兴兴行 耶和华的道 除去一切的秋坛跟木偶 所以灵性上 带来的苏醒 叫全国上上下下 回到主面前 甚至呢 他也敢除去呢 那个大家都不愿意除去的 同性恋 第二 他除了灵性上以外 经济上也带给 整个南国很大的父亲 十七章五节 记载的呢 他呢 革新之下 南国的灵性经济 起飞以后呢 犹大众人给他进贡 所以经济呢 非常好 甚至外邦菲利斯人 亚拉伯人 甚至当时 如何埃及人来进贡 给所得盟王 现在这些外邦王 也对伊撒法不敢怠慢 所以经济上呢 他呢 非常精彩 好像他的祖先大卫王一样 第三 法律跟治安上 他一上来以后呢 会很注重整个国家的道德 法律 希望能够秉公行义 十九章五节呢 记载呢 他在犹大国中设立审判官 对他们说呢 你们应当谨慎 应当谨慎办事 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 乃是为耶和华 判断的时候 他必与你们同在 因此你们应当敬畏 耶和华谨慎办事 因为耶和华 我们的神没有不义 不偏待人 也不收贿赂 在整个法律界 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贿赂 但是呢 他呢 因此秉公行义 依靠神的缘故呢 法律上 治安上 带给全国非常大的平安 在一个治安很乱的时代 我发觉约沙法是值得 现在的君王来学习 第四个 外交跟国防 他因此依靠神的缘故 很有名的二十章 当时许许多多的外邦人 要来攻击约沙法 像摩押王 像亚门人 像米乌尼人 来攻击约沙法 而且通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就惧怕 定义寻求耶和华 在犹大全地 宣告禁食 然后他带领 所有的禁食悔改的军队呢 自己在前头认罪悔改 祷告仰望神 结果打仗的时候呢 他竟然把师班 把祭司 把唱歌的摆在前头 上帝就很稀奇的帮助他 因为他关心上帝的事 寻求上帝 上帝就帮助他 因此呢 不费一刀一枪 用一个根本是不是 现代军术的方式呢 竟然把没有武器的这些唱诗歌队 摆在拳头 结果呢 就这样得胜 所以他一上来以后呢 在灵性上 在经济上 法律跟治安上 外交国防上 样样精通 样样得手 样样讨百姓的喜欢 可是死的时候 他的儿子约南 把他所有的其他的儿子 通通杀了 结果娶了这个太太呢 甚至在 约南死了以后呢 他的 约南的儿子 当位没有好久 他的名字叫雅哈谢 没有好久 死了以后呢 竟然亚他利亚 这个亚他利亚 竟然成为好像慈禧太后一样 自己秉证 自己夺权 夺权以后呢 甚至把他父家雅哈 的拜的巴黎偶像 通通引进到南国 结果约沙马一辈子 所做的好事 灵性上 在经济上 在法律上 在外交上 在国防上 一样一样呢 就给他这个媳妇 因着把北国的败坏 通通引进以后 每一样通通砍除 他本来是非常好的心灵捕手 怎么会让这个媳妇 让这个儿子 甚至这个孙子 后代竟然不能持续 他原来的理想 原来啊 很多人间的君王 包括我们基督徒 也可能会成为 功拜 垂成的心灵捕手 功拜 垂成的 心灵捕手 伟大的人物 他是很伟大的人物 伟大的人物 能不能逃避呢 会有功拜垂成 伟大 人物在伟大 说穿的 你把他的忧言放大 很大 缺点放大 也是很大 大人物的意思就是 缺点跟优点 都放大的人物 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看 到底什么原因 约沙法会这么凄惨 会是一个 功拜 垂成的心灵捕手 有几个原因的 这几个原因 非常值得我们的 21世纪的华人同胞 来好好思考 免得你我 成为失败的心灵捕手 第一个原因 失败往往 躲在成功的后面 失败往往 躲在成功的后面 历代字下呢 记载呢 约沙法的一生 是从17章到21章 17章 他一上来 在灵性上 在经济上 在法律上 在外交国防上 到20章 每一样事情都做得很精彩 但是21章 就躲在他背后的 在他死了以后呢 盖棺论定 他的儿子 把他其他孩子都杀了 他的媳妇后来篡位 自己成为母后 慈禧太后 得方式秉证 执掌王权 也就是说 他前面的三章啊 并不能保证 后面他临死 死了以后呢 统统瓦解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成功 往往是失败的开始 前面的成功 后面就躲着失败 那他那一不明白 后面有很多失败 在躲着 其实呢 圣经很多人物都是如此的 像大卫王成功 后来一夜风流 垮下去了 所罗孟宏很成功 但是成功背后有失败 娶了一千个太太 瓦解下去了 扫罗很成功 后面瓦解下去了 往往成功背后呢 有失败躲着 所以如果没有死啊 没有盖棺啊 无从论定 那因此约沙法 你要整个 整个要远的来看 能够呢 从一生盖棺以后来论定 成功呢 先不要骄傲 因为有失败 在等着 第二个 为什么他会是一个失败的心灵捕手呢 就是因为他犯上了一个定律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在历诞西亚呢 二十章三十二节 三十三节记载 约沙法笑话 他父亲亚撒所行的 不偏左右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只是秋潭还没有汇去 只是秋潭还没有汇去 他前面都做得很好 把神的道引进来 全国通通读圣经 审判官都要行神的道 不收费落 那么所有方面都做得很好 就是留一点点裂缝 只是秋潭没有汇去 留一点点裂缝 一个大水坝最怕的就是小裂缝 一个最好的结构物 就怕了一个小小的缝 一个好的伟大的人格 就怕里面有点裂缝 这个裂缝你如果不留意修剪 就不要忘记约沙法 最后的时候死了以后 很凄惨 原因 斩草不除根 你如果留一点点裂缝 亚伦就是如此 亚伦留一点点裂缝 他容许以色列人用金银财宝 做了一个牛犊来拜他 积淀也很可惜 斩草不除根 他就是因为留一点点裂缝 他没有把真正的败坏力 通通除掉 甚至最后造了一个以弗德 造了一个以弗德 就成为以色列全家跟他自己家的网罗 结果他死了以后 积淀呢 他的71个儿子通通被杀 被谁杀 另外唯一还活的另外一个儿子 72个儿子就剩下一个人活着 那个活着 他杀了71个其他的孩子 好像中国皇宫的历史一样 像慈禧 像李世民的家族都是如此 像曹操都是如此 原因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有声 因此从约沙法身上 我们也学习到呢 你我生命当中 如果有一些软弱败坏 不要纵容他 要剪掉他 面对他 让耶稣的宝血遮盖他 让你的堕落呢 被消除 不要让他放纵 不要让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要让你的生命里面 每一个地方的主宰 每一个钥匙都给出去 那约沙法呢 没有如此做 让我想到一个故事 你如果妥协啊 代价是非常大的 有一个预言 记载冬天的时候 一个猎人 为了去打猎 需要一件很厚的皮衣 好过冬 拿了猎枪出去了 森林里面呢 等着等着 果然有一只熊出现了 他就把枪对准了 那个熊 正要扣板机的时候呢 这是个预言 熊说话的 说猎人猎人 你忙什么呢 他说我呢 本我就是冬天 需要一个厚的皮衣 我就是希望有皮衣以后呢 可以好好的 可以预寒 熊说你只有这件事吗 我也只有一个需要 猎人说是什么需要 他说呢 我就是希望呢 冬天吃饱一餐以后呢 就好好回去冬眠啊 那好不好 我们两个坐下来谈一谈 看看可不可以把这事情解决掉 猎人妥协下来 坐下来 跟熊一谈 皆大欢喜 为什么 因为呢 熊把他吃掉 饱了一餐 放在他肚子里面 他呢 也有一只熊的外的厚厚的皮衣包住他 两阶欢喜 他被吃下去了 原因在哪里 妥协 斩草不除根啊 春风吹又生 你我生命当中有一些不讨神的喜欢啊 不要纵容他 趁早斩除他 约沙法就败坏在妥协 饥垫败坏在妥协 所罗孟王败坏在妥协 扫罗败坏在妥协 你我生命一定要留意呢 妥协啊 对我们呢 并没有好处 秋潭没有砍去 结果带来整个全家子孙 互相的产杀 那这是第二个呢 他的败坏 原因是在成功之后有失败 第二个败坏的原因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第三个原因 那就是他犯上一个律 尽诸者赤 尽末者黑 尽诸者赤 尽末者黑 问题就是他怎么会取到亚哈的家事 他的女儿 他怎么会取到亚哈的女儿 原来啊 十八章第一节记载啊 约沙法呢 当有金银财宝 有地位的时候呢 大有尊荣 子财 就与亚哈结婚 与亚哈结亲 他就常常去找亚哈 常常去找亚哈 他有地位 有金钱 有名声 成功啊 也不懂得砍去丘坛啊 不只是这样的 常常跟亚哈结婚 那你要知道亚哈是怎么样的王 亚哈是怎么样的王 这个亚哈甚至为了别人家的葡萄园 拿伯 甚至他的太太也喜别 竟然呢 把拿伯的葡萄园 只是因为他是遵守神的话 那个是祖宗的葡萄园 不可以出卖 因此守的那个葡萄园呢 亚哈的太太呢 竟然用假的见证 硬是把拿伯杀了 那这种人很邪恶 拜了很多假神 很邪恶 夫妻是这种邪恶 耶喜别一定长得很漂亮 长得很漂亮的 所以他的女儿也一定长得很漂亮的 但你也留意 这种灵性暗淡 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 往往会很邪恶的 那你常常靠近他 你常常 耶稣法你常常去找他 那当然你的儿子呢 结婚的对象 当然会是往亚哈的女儿去 如果你的儿子灵性上 还没有办法知道说 不能看外貌 因此登堪看耶喜别的女儿 看她的外貌 而不懂得要看她的灵性 因此就信水楼台 先得月 因此就越来越靠越近 娶着他的女儿为自己的媳妇 结果约兰 他这个儿子 在爸爸死了以后呢 为什么约兰会把他所有兄弟都杀了 八成离不开他这个太太 这个太太呢 他爸爸妈妈如何杀拿博 那种手法 那种狠毒的方式 当然呢 他呢 学会了 从小是这种环境长大的嘛 因此呢 他就知道呢 手法可以用 正观人物啊 他的儿女如果呢 没有很单纯的信仰 没有一个好的环境 来教导的话呢 他会学到皇宫里面很多拜法的手法 全数 因此呢 约兰娶了他回来以后呢 爸爸死了 约沙法死了 那因此他当然想办法怎么样呢 保固自己的王位 就像雅哈要保固自己的王位 像拿博这种好的人 他都可以杀 是义人呢 杀了以后呢 以利亚还责备他 结果呢 他自己不受管教 约兰呢 就看到这个太太好 女孩子好 因此女孩子结婚啊 男孩子结婚 就不要单单留意呢 你也要探听呢 看看他的家族 因为呢 进诸者赤 关键是约沙法罗 你为什么常常去找约沙法 雅哈 不是没有其他人可以结交吧 那基督徒是应该多交朋友了 我们不会跟外界断接关系了 但是如果你明明知道呢 连以利亚都不能改变他 以利亚指责他 他这个家族当中呢 包括以利亚后来 也是要帮助他们的 但是啊 连以利亚先是都不能帮助他的人 你有办法帮助他吗 你不只是没有帮助他 甚至呢 你还靠近他 因此 进诸者赤 进末者黑 约南 甚至会把他所有兄弟杀的 这个种子是因为爸爸 父亲的背影 父亲的背影 爸爸常常看电视 而你当然看电视 爸爸看网络色情 而你看网络色情 爸爸吸烟 而你吸烟 爸爸吸毒 而你吸毒 爸爸会找妓女 而你会去找妓女 进诸者赤 寂寞者黑 爸爸如果常常读书 而你看到会先不想去读书 所以原教不如生教 进诸者赤 进末者黑 你是怎么样的父母亲 你是靠近怎么样的人 我发觉你如果不明白诗篇所说的 诗篇第一篇就在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说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漫人的座位 如果我们懂得常常养害天上的神 常常依靠他 你就不会这个情况那么凄惨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漫人的座位 会提醒我们 就像亚撒 约沙法一样 他呢 一常常靠近亚哈 靠近耶稀别 会有很多警告的 那因此警告我们 留意 进诸者赤 寂寞者黑 常常靠近属神的百姓 常常去听别人如何在你身上的亏欠 常常去结交属灵的朋友 常常呢 你孟子就懂这个咯 孟子的妈妈就懂了三千 为什么要三千 怕他的儿女呢 被环境社会所败坏 因此我们当父母亲的 一定要留意 你要教怎么样的人 会影响到你的儿女将来的婚姻呢 约沙法 在交友上面 不小心 结果呢 禁诸者赤 静默者黑 他前面所被一辈子所做的工作 通通被砍除 非常可惜 第四个原因 就是拒绝神管教的 必然没有好下场 拒绝上帝管教的 必然没有好下场 他拒绝上帝的管教 其实上帝一直给约沙法管教的机会 从几个事情来看 上帝如何给约沙法管教的机会 第一个 那就是在十八章的时候呢 约沙法到北边去跟雅哈在一起 雅哈为了激烈的拉摩 我们前几次所讲的到 记载的 他为了这个缘故呢 就另外找了四百个先知 说我们应当去攻取激烈的拉摩 可以不可以 当然这些被扶起来的 这些宗教傀儡 当然说 明白王的意思说 王啊 你去征战必然得胜 但是呢 约沙法还有灵性的根基 说你们当中是不是还有其他先知吗 结果雅哈当然就找米盖亚上来 米盖亚一上来 他呢 没有想到他所说的话 跟这四百个人所说的话 完全相反 他说你去的话呢 我看到以色列中没有王 意思是说 雅哈会必死 结果呢 雅哈不高兴 他的手下还打他 打米盖亚的嘴巴 果然呢 雅哈呢 死了 而且死的是死得很稀奇的 原因是什么呢 他被包了好好的 他呢 自己为了保护自己 包了好好的 甚至要约沙法呢 穿王服 他自己不穿王服 结果上帝保护约沙法 他自己包好好的时候呢 没有想到呢 前身为了一个裂缝呢 是一个士兵啊 随便发出去的弓 硬是射到那个缝里面 硬是把雅哈杀死了 这个事情对约沙法是个管教 你为什么常常跟 雅哈这种败坏 这种邪恶人在一起呢 他不听管教 不听管教 因为他回来以后呢 在十八章 以色列王雅哈被箭射了以后 死了以后呢 十九章第一节 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的 回耶路撒冷到王宫去 结果先见呢 哈拿尼的儿子呢 爷父出来迎接约沙法 对他说呢 你岂当帮助恶人 爱那恨恶意合法的人吗 因此耶和法的愤怒 必临到你 警告他 但是他没有真正悔改 后来呢 继续去二十章第三十五节 此后 二十章三十五节 此后犹大王约沙法 与以色列王雅哈谢交好 雅哈谢行恶太善 雅哈的儿子雅哈谢非常恶 恶王合伙要造船 要往他市去 所以在以寻加别造船 那时呢 玛丽莎人多大瓦的儿子 以利以谢 对耶和法说一言说 因你与雅哈谢交好 耶和法必破坏你所造的 后来纳船果然破坏 不能往他市去 上帝破坏他商业的计划 结果呢 他不听 他不听 能不能继续跟雅哈的 这些败坏人在一起 所以他不听管教 上帝借着雅哈的死警告他 借着先师警告他 借着船的破坏警告他 甚至最后结果是 儿子因此不听神的话 因此那种不听的话 你如果一直不听敬畏神的话 儿子也不听敬畏神的话 整个家族 你想想你一辈子最后的结果呢 所作的灵性会统统被砍除 结果呢 他死了以后 经济上跟政治上 亚他利亚把他的 其他的兄弟 他的孩子通通杀了 创位 自己呢 夺权 因此为了抢财产 为了争地位 亚他利亚就 缩死越南 杀死他所有的兄弟 第二 外交跟军事上呢 以东 叛变 在21章第八节 军事上外交上的地位呢 跟经济上地位就慢慢消失 最后亚他利亚一创位以后 就把亚哈 他富家 拜巴黎的这个拜坏的灵性 带到南国 通通 把约沙法 事上所做的事情 通通废除掉 很可惜的约沙法啊 你要带着 你要死了以后的眼光来看 我这辈子所做的 到底是可以存到永远 你要带那个历史的眼光 你就是因为你 这些不知道成功之后 有失败 你不懂呢 你也妥协 结果很惨 斩草不除根啊 春风吹又生 你不懂呢 特别你靠进住者赤 寂寞者黑 最后 你拒绝上帝的管教 没有好下场的 上帝给你多少机会 上帝不是给我们很多机会吗 你要知道忠言逆耳 神的话听了以后 你不一定喜欢 但是你顺服他就蒙饱腹 你如果不能饱腹 你结果呢 你都会看约沙法的 前面所做的通通被废除 你要带着历史眼光来看 我这辈子所做的 结果死了以后 通通完完全全 没有意义 趁早啊 从约沙法身上 这个功拜垂成的心灵捕手身上啊 回到主面前 回到主面前 让你的人际关系 让你的金银财宝 让你所有的管理 让你人通通回到什么面前 让主成为你的主宰 让你垂直往上看 让你水平的人际关系 你的所有水平的 所有的企业 通通回到主面前 耶稣愿意帮助你 好不好 回到主面前来 向他祷告 求他帮助你 低头祷告 天父谢谢你 从约沙法身上教训我们 让我们懂得 愿意受悔改的心 愿意受管教 让我们回到你面前 说主啊 帮助我们在得罪你的时候 心柔和谦卑 愿意受管教 帮助我们 回到你面前的 你就接纳我们 让我们真正成为 有永恒意义的心灵捕手 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祷告 Amen 愿上帝祝福您 平安再见